像捉鱼一样 没有可能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恐怕比这个更严重 爬到树上去捉鱼 虽然捉不到鱼 但也没有什么后患 以您现在的做法 来实现您的愿望 费尽心力去做 也只落得后患无穷啊 你可以把道理说给我听吗 假如邹国和楚国打仗 大王认为 哪一国可以战胜 那当然是楚国胜了 很明显 小国的确不足以大国为敌 不过单以国家大小 去衡量国力强弱 就大错特错 我可以为大王做个比喻 天下的土地方圆千里 分成九块 七国只不过占有其中一块 大王想用这一块 去征服其他八块 那么就是希望 以小国战胜大国了 大王也知道 小不能胜大 怎么不从根本着手呢 如果现在大王 开始实施人证 令天下做官的人 都希望到您的朝廷来做官 天下痛恨他们国君的人 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所有生意人 都想到齐国做生意 各地的农民 都想到齐国种田 所有旅行家 都想到齐国旅行 如果真能做到 还有谁可以与您为敌呢 原来施行人证 这么好 孟子与梁慧王对话 有一天 梁慧王和孟子 一起在池塘边散步 梁慧王站在池塘边上 一面看着陆和贺 等真秦异寿 一面对孟子说 你们这些只谈仁义道德 不谈利益的闲人 觉得这里的园林风光 真秦异寿怎么样啊 你们会以此为荣吗 正因为是闲人 才能够以此为荣 不闲的人就算有了这些 也不快乐 实际上说 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 来修建高台深池 但是老百姓非常高兴 把那个台叫做灵台 把那个池叫做灵爪 以里面有各式各样 真秦异寿为快乐 古代君王与民同乐 所以能真正快乐 相反 周王在位时 老百姓说 你这暴君 什么时候死啊 宁愿和他同归于尽 如果老百姓 痛恨当权者的话 纵然有高台深池 真秦异寿 难道就可以独享快乐吗 仁慈的国君与民同乐 所以能享受真正的快乐 残暴专制的独裁者穷舍急欲 不顾老百姓死活 结果连自己 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老师 那么我就明白了 公孙丑片最能看到 孟子尊王剑霸的强烈主张 他抨击当时的君主 表示了他的政治主张 和道德勇气 影响后世最大的 却是知眼仰气的人生修养 和大丈夫的品格 以伟大的情操 来评论当时的政治和现实 当然令孟子 与一般的政治家所见不同 宋国有个人居然忧虑他的道苗长不大 而做了傻事 这道苗长得那么慢 真是急死人了 把他们拔高一点 帮他们长大 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已经帮助那些道苗 是长高了不少 我也有这种事啊 我去看看 我们的道苗全都枯死了 天下的势里都有一定的法则 刻意人为助长 往往只是摧残他们罢了 老师 我还是不明白 任何事情的开始和完成 都需要时间循序渐进 不可能有完美的速成法 如果违反这种法则 就会像孟子所说的 亚苗助长 会适得其反 好心做坏事了 以利服人者 非心服也 利不沾也 以德服人者 忠悦而成福也 用力量去降服别人 别人不是真心成福 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 你只不过是力气比我大 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用德行去降服别人 就会令人心中喜悦 而诚心信服 王者出于诚心 真挚爱人 而并非要降服别人 所以得到别人的信服 霸者出于武力征服 虚假名义 而多诈为 故别人只是屈服武力之下 有机会一定会反抗的 那就是 要以德服人 不错 孟子生楚的时代 崇尚武力霸主 当时的诸侯羡慕慕的 就是武霸的工业 孟子反对 而且看不起这种思想 认为霸主只是以利服人 只可以令人口服 不可以令人心服 人民不是不相反抗 这是无力反抗 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危险哪 无论是什么人 都会有人爱和怜悯之心的 这样不是想借此去结交孩子的父母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也不是想获得别人的赞赏 而是人一出生就已经有着善良的内心 每个人都有怜悯之心 没有怜悯心的人就不是人 没有羞耻心的也不是人 那每个人都有善良的内心啊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大顺有大焉 善与人同 当子路听到有人说他有过失 他就高兴 你听着 是 这次你做错了 多谢指教 下雨听别人说一句赞美的话 就感激下拜 我真的感谢你的赞美啊 大顺比他们两个更伟大 有善言善行 必与他人共同分享 能牺牲自己的私心 去服从众人的意向 用别人的优点做自己的典范 哇 这里真的很热呀 这个不要紧 我乐意为大家效劳 哈哈哈哈 他从种田 烧摇 捕鱼 一直做到皇帝 都是以他人的优点 来做法则的 圣贤好善的诚心 无穷无尽 顺比别人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能取人为善 与人为善 老师 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呀 听到善意的话 就感激下拜 足以证明有从善如流的诚意 听到别人善意的劝告 就马上身体立行 自动赶过 那么就可以令人信服 可以领导群伦了 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 刚巧齐王也派人来转答说 先生 大王本来要亲自来看你 但是他病了 不可以受风寒 明早大王会在朝上处理政务 所以传你现在进宫 给点意见 非常抱歉 我也病了 不能去见大王 第二天 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调宴 昨天您托辞生病 拒绝了齐王的召见 今天竟然又去东郭大夫家里调宴 您这么做好像不太好啊 昨天病了 今天好了 怎么不能去调宴呢 秦王派人问候孟子 还请来了医生 学生孟仲子就应付说 昨天